哈喽大家好我是一科资料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平时戴那些小发巧 我感觉你们对这个应该比较有兴趣 我选的都是在评论都上面买 会把那个店铺名字和价格打上去 然后你们觉得合适的就可以去试一试 我想先讲我头上这个 这个是我新买的 它是那种 这种银白色的那种设计 它是有这种反光的 怎么形容的 反正我就觉得挺好看 它的那个刻图 它是这样子 就是这两边都是有那种对称的 这样子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这种非常好看 就是挺日常的吧 这个我是在那个一时期手作家买的 六个是花了三块四毛五 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这样单夹一个也挺好看的 然后我一般会把它就是这样子 别夹 就是夹两个在这个旁边 就觉得夹一边买就够了 下一个也是在那个一时期手作家买的 九个是花了三块七毛五 它是这种糖果的色调 就是那种稍微带有一点点反光的 这种就会比较日常百搭一点 你如果是夹很多个在脑袋上 也不会觉得很难看 它就是一种很活泼 很跳脱的一种感觉吧 我还挺喜欢的 夹的时候最好就是说 换各有各样的颜色 我这边的话 好多在学校的褂子 你看它如果颜色很多的话 就会感觉 就是很突出的感觉 很有活力 再一个是在那个 4月1号家买的那种 这种套组的 我很讲 买四组的话就是七块九毛五 我觉得这个还挺划算的 然后它的一组就是这样的三个色系 都是比较那种偏糖果色 然后就是比较 比较淡的那种颜色 不会说特别浓 然后这三个我觉得迭代其代非常好看 然后我还试过这种迭代的 也会很好看 给你们叠一个 是不是就会觉得 整体就会比较有突出一点 你看如果我不带夹子的话 不带夹子就会比较显得有点平淡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看的 我是买了那个紫色 蓝色 黄色 还有这个绿色 我是买这四组 然后它有挺多颜色的 你们可以去选择一下 下一个是那个 简凯视频官方旗舰店里面买的 这种就是小红贝一样的那种 很可爱的一些设计 我是把它们全部都买下来的 它一个单个卖是四块八 但是我感觉这个设计就是非常的好看 然后我用了挺久的也没有坏掉 然后就是 它虽然单价有一丢丢高 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 就是长相 还挺好看的吧 最后一个是在拼多多 马尾姑娘官方企业店买的 然后是买了九个 就是三个套组嘛 花了九块九毛八 这个真的是我最喜欢的 不能说这个 这是我 真的是非常喜欢的一个款 它的 好多大学校 这个是一个套组里面的两个 这个是粉红色的 然后 对 是这个 它就是三个搭到一起也好看 它怎么叠加都好看 它搭的就是很有那种设计的感觉 这个是红色组的 然后这个 我记得有乖乖问过我好多次了 然后 它们都是一家的 就是你可以同时 只要十块钱一内就能拥有它们了 这个特别特别喜欢 然后我其实 已经买过它两三回了 就是它的 质量还是那个 但是价不住它好看呀 我今天推荐的这些 我就感觉 都是我自己买的 我就感觉它们的性价比都 算比较高的了 已经比较扛造了 虽然有一些 我不是有复购过嘛 但是对我来说 我会觉得 对夹子是有新鲜感的 就是我用过一段时间 我会想买新的夹子 但是这些价格这么便宜的话 就会让我很舍得下手 就是说再去买新的 就不怕说纠结这个纠结那个 真的很喜欢这些夹子 这家店我是特别特别推荐的 太好看了 这个东西 好了 今天的发卡分享就到这里了 拜拜